起源故事 小朋友们,听到这个声音。 请翻页,希望小朋友们喜欢我们的故事朗读。 茫茫大地被十个太阳制烤着, 洛洛快被烤焦了。 茫茫快被烤糊了。 猴子洛洛和茫茫决定做点什么。 他们找到了一位骄傲的弓箭手。 公箭手拉弓射箭,射下了九个太阳。 人们欢呼,拥护弓箭手为王。 他悉心照顾他的子民,不求荣华富贵。 但是权力渐渐让他变得冷酷无情。 我想一直统治下去,我需要一种药水,帮助我做永远的君王。 他咆哮着,告诉一位祭司。 洛洛洛和茫茫在树上听到了。 洛洛吓得倒吸一口气,惊恐地跳了起来。 君王推开他的卫兵。 抓住他们! 他双眼通红,大声吼叫道。 卫兵在他们后面追啊追。 洛洛帮助动作迟缓,慢吞吞地默默,爬啊爬。 快来! 洛洛一边说,一边优雅地荡来荡去。 但是茫茫却脚踩稀泥,滑倒了。 卫兵把他们团团围住。 洛洛和茫茫无处可逃。 这时,一个戴着头巾的人带来了一束光。 快躲在这里。 他低声说,原来是王后嫦娥走了过来。 头巾从他闪亮的头发上滑落。 洛洛和茫茫吓得往后退,身体直发抖。 我没有恶意,他说,我发誓。 我有一个计划,需要你们来帮忙。 我要偷走那瓶药水,快速喝掉。 请把我送到造星星的地方。 这样,我可以躲起来,就安全了。 摸摸摸和洛洛和洛洛通过秘密通道,飞奔到宫殿大门。 洛洛匆忙地蹬了下去,毫不犹豫地抓起了那瓶药水。 太阳闪着金光,升起来了。 嫦娥迅速喝下了药水。 它哭泣着,紧紧地拥抱着洛洛和嬷嬷。 是时候了。 它说,我该走了。 洛洛和嬷嬷嬷,把嫦娥推向空中。 它安全地降落在月球上。 君王再也抓不到它了。 大家欢呼雀跃,快乐地歌唱。 这个冷酷的君王失去了王位。 它被放逐到很远的地方。 月亮就成为了一种象征。 象征着嫦娥在那天勇敢地自我牺牲。 在世界各地,很多家庭仍然会在农历八月十五团聚。 这一天,月亮是最亮最远的。 人们会吃月亮,玩游戏,点灯笼。 家人们还会在晚上一起赏月。 小制viv,让她编ure。 川泉,有一家庭。 内装整理会训料。